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其實現在通關了,有不少大陸網紅喜歡在香港或澳門做不同挑戰,有些挑戰用普通話在香港不知怎樣怎樣過一天,有些挑戰特種兵旅遊, 今次又是特種兵,是怎樣特種兵法呢?深圳女仔去香港旅遊挑戰免費過夜,到底是怎樣免費過夜法呢? 我們就一齊睇睇睇新聞怎說吧! 根據報導,近日有一句香港旅遊的深圳女網紅在網上拍片,分享去香港吳住宿流浪街頭的過夜體驗。 他由晚上十二點一直去到早上六點,這段時間走遍九龍港島,還看一場電影,去銅鑼灣的二十四小時超市購物。 連日出都看了,總共六個小時行程都幾特種兵通宵那樣玩,而且他吃喝玩樂說自己一共是花了四百一十六個七, 他說這個價錢就等於去賓館住了一晚那樣,根本一元都沒有節省。 他在通宵的過程就發現了,原來香港無論任何時間,街上都仍然有人, 他覺得好像相當驚奇,更加講到香港人好像不用睡覺那樣。 除了香港人的生活作息之外,令到他覺得好驚喜, 香港半夜竟然都會有巴士和小巴這類交通工具。 他以為去到凌晨三點半,大部分的交通工具都停運, 但路上依然有巴士小巴運作。 當時他正打算乘的士去銅鑼灣,巴士為他省了不少錢。 跟著呢,去到凌晨五點啦,跟著是這個堅離地城的海旁啦。 他講到啦,這裏那個海好靚啊, 他說好羨慕在這裏住的人啦,一開窗就可以看到大海。 但其實如果是可以看到海景的樓應該都好貴的, 買得起這些樓的人我都好羨慕的啊。 其實我看完之後,我覺得好疑惑的, 這些挑戰其實有什麼意思呢? 是叫人一齊捱夜? 做特種兵旅遊也都是。 那其實如果說一個夜晚就花了四百多元, 算不算得上流浪呢? 應該都不算得上流浪吧? 那還有一點啊,其實如果你說夜晚啊, 香港幾點鐘都有人, 其實這一點呢,不是他們想遊蕩的。 那可能有些人上班啊, 輪完班呢,就在那些時間回家, 甚至乎提早出門口上班啊, 這些人是為生活去拼搏的。 澳門都有不少的, 其實澳門呢,都是二十四小時, 這條街都會有人的, 不過呢,就有些時段特別少人的咧。 不過他好精力啦, 即換了是我呢,未必定一順啦, 那樣特種兵法。 好啦,那今集呢, 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好似他那樣免費過夜, 你們有沒有人想試下呢? 下面留言啦,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